中国目前的楼市相信大家呢是看到的 一方面的政策频出 鼓励大家拿钱进入到楼市当中买房子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自己根本都不知道我们要不要买房子 我们现在呢迷茫了 那面对目前房地产的大事 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其实呢就要做好三件事 而这三件事呢是你急需要意识到的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具体讲一讲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那首先我们来说说目前楼市是一个什么情况 楼市目前的情况就是大家都不买了 而且呢国家也不以房地产为经济为中心 就是不能够以房地产来拉动经济了 未来呢房地产的逻辑会变化 这几年大家能够感受到的就是 我们把这个房地产调控了 再去房产的金融化 那之前呢我们说到楼市有很多的这种炒房客 真先恐后的呢进入到楼市当中炒房子 这几年你看看不到了吗 而目前呢我们楼市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去化周期呢可能会变得很很长 那在2016年17年18年这几年 我们涨价去库存就是因为当时啊中国建的房子太多了 而我们呢这个买的人很少有人观望 有人觉得呢房子无所谓 那为了能够刺激买房 所以呢当时涨价去库存 让最后一波观望的人也上车买房子 时至今日是不是都被套牢了 但是呢房子在从这个2016年以后到2020年 这几年其实建的也特别特别多 这几年呢我们发现城市变得安静了 就是没有整天在建的楼盘了 那前几年到处都在建楼盘 对吧你建楼盘建了这么多 而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根本就不缺房子 那这些房子是不是就变成了库存房源 那这些房源未来卖给谁 或者说老百姓现在持有的房产 在不断的贬值 这些投放到市场上的房子怎么去变现 什么时候能够变现 都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呢我们的区化周期也会变长 那房价下跌的原因呢有很多 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调控了 大家都知道目前房地产的这个整体的逻辑要变了 所以呢都观望成交量少了 自然而然房价就下降 那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老百姓不缺房子了 甚至可以断言的是往后的00后 一年后二年后根本都不缺房子 之前我们的人口从农村进入到城市 完成了0到1的变化 现在呢是1加1大于2的效果 所以在这几种情况下呢 你看一条空炒房客没有了 那楼市真实的这种交易量不就出来了吗 交易量多吗 其实并不多 所以交易量不多 房价自然而然就下跌 那作为我们普通的家庭 我们急需做哪三件事呢 第一件事就是呢 买房要买合适自己的 很多人之前买房子是稀里糊涂的买房子 房价涨的时候觉得自己应该买套房子 那自己又拿不定主意 听谁的呢 听房产中介的 听亲戚朋友的 买了房子 但现在怎么样了 都震了 他会感觉到高兴 可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不一样了 不是每一个房子都具有金融属性的 大部分的房子现在正在慢慢的这个下降 就是下跌 那你可以看到一下 一二线城市除了这个核心地段的房子 是吧 周边的房子是不是这两年都在下降 那三四线城市更不用说 是吧 除了人员聚集的市中心 还有一点商业价值以外 大部分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人要 有的三四线城市现在已经回落到三四千块钱 平方的这个水平了 三四千块钱一平方的这个水平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人口大量的流失 所以你买房子就要根据自己的定位 就是未来我在哪发展 我们家庭有多少个人口 是吧 未来我要不要在这定居 或者说我现在手里面有多少钱 我算一下我大概能买多大面积的房子 多少总价的房子 并且我每一个月还了贷款以后 我还有多少活动资金 我还能不能存下来钱 这是我们在买房子之前 一定要去做的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看似很复杂 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用点心 你马上就能把这所有的问题做一个定位 做完定位以后 那你买100平的200平的 买电梯的还是买学区房 你一下子呢 脑海里面就有答案了 然后我们再进入到楼市当中呢 针对性的去买房子 这样呢 你住起来 能够把这个房子的价值发挥到更最大 然后呢 你在未来变现的时候呢 也有受众的群体 那之前很多人呢 就是贸然的买房子 比如觉得一楼便宜 就买一楼 顶楼便宜就买顶楼 好 你自己住了 那你未来变现的时候 你想换房的时候呢 你发现卖不出去 对吧 所以买房子啊 不管是面积也好 还是地域也好 一定要随大流 这样呢 才能把你的房子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千万呢 不要显得有个性 我就去买顶价格 我就去买大平存 我就去买别墅 那你是想当然了 到最后呢 房子砸在你手上 那根本就没有人管理 那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说 卖掉多余的房产 有很多人呢 他是有多套房产的 那为什么之前大家囤房子 其实说白了 就房子赚钱呢 而且之前房子 在这个整个城市啊 在进行大的建设 也许你当初买的是郊区 现在呢 也已经变成了商业中心 那是因为我们的城市的发展 人口还在大量的进城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我们进城的人很少 而且现在的人开始沥流了 也就是说呢 现在的人口 开始从城市回到农村了 因为城市现在有一个毛病 什么毛病呢 就是人口太多了以后 城市负荷比较大 虽然我们说去大城市 机会多 资源多 但是当人口越来越饱和的时候 所有的行业 它可能都存在 但是呢 非常的激烈 竞争非常激烈 有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有很多中年人失业 就是这么来的 那还有很多人就喜欢囤房子 觉得之前我去买房子的 这种方法是对的 你还要按照老方法去复制 现在呢 觉得房价在下降 是吧 如果我现在手里有钱 我就头一点进入到房产市场当中 我再囤几套房子 等房价再涨的时候 我再去买 我肯定是赚的 如果你这么想 你这个逻辑呢 就错误了 未来我们的房价不会出现大涨 而会呢 变成很长一个时间段的这种横盘期 我们刚才说到的房价下跌呢 已经把这个问题探讨了 那为什么你要去卖掉多余的房产呢 其实和我们现在的房产变化有关 第一呢 可能未来会收房里染税 对吧 我们现在的很多地方政府 依赖于什么土地财政 这地卖的快差不多了 对吧 你不 你不能总是依靠这个卖地来获取财政收入 地越卖越少 那什么税种能够持续不断的增加收入呢 就是房地产税 房地产税就是进一步的去房产的金融化 假如你买的房子每一年你都交税 那你说你这个房子金融属性是不是就没有了 就像美国的房产一样 虽然它号称永久产权 但是你每一年要根据市场的价值 进行一定的评估后 然后进行交税 那相当于买房子还不如租房子 对吧 所以把这个观念变了以后 可能我们过去二十年 这个买房卖房的这一切的逻辑都要进行变化 所以呢你手中的房子越多 可能你每年交的税越多 包括未来租房市场也要整的 你不要以为你持有了多大房子 你就可以有很多租金 这样的话呢 你就能弥补这个税的损失 其实不然 二十房就能给你搞什么呢 官方指导价 那你说新房包括我们所说的租房 不能给你官方指导价吗 所以一切的一切就是为了遏制炒房 那还有些房子地段不好 是吧 还有一些房子呢 已经很老了 有些人就觉得呢 我房子现在地段不好 我过几年有可能 有变动 那有可能呢 这拆迁了 我能够呢 获得一大片赔偿 有的人认为这些老房子呢 随着年限的增多 那未来还会拆迁 那我要告诉你 中国目前不可能大平量的拆迁了 因为城市的规模已经形成了 那未来呢 如果拆迁呢 也是有规划 有需要少部分的去拆迁 像那种小区大面积的拆迁 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不管是一些老房子也好 还是一些地段不好的房子 就尽量处理掉 免得成为你的负资产 那还有第三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观望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数据 中国呢 96%以上的城镇居民 至少拥有一套房子 你没钱买房子 是因为你有农村的宅基地 是有房子 不是说我什么都没有 只不过我们说的没钱买房子 是相对而言 是我们要改善我们的居住环境 从一个不好的环境 变成一个好的环境 房价自然而然会高 那你为什么要去观望呢 因为我们的房产目前 还在调整期 未来啊 不管是我们的银行贷款利率 还是我们的这个房价啊 从整体上来讲 从长期来看 我们的整体房价利率都是不断下调的 房产有句话怎么说呢 长期看人口 我们的人口什么呀 我们的人口从2022年进入到了负增长 对吧 2023年2024年出生人口已经跌破1000万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搞延迟退休 没办法了 因为人不深了 人不深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整体的消费太多了 主要就集中在这个房贷上面 房贷占了我们整个收入的这个大头 那没办法 一是呢 我们要抓人口的问题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要抓房产的问题 彻底将房子进入属性给去掉 所以你如果不着急买房 你做到观望就可以了 不要那么着急去进入楼市买房子 免得又被套牢 好 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